出局了 好 欢迎大家到有看作家上 去跟着陈老师一起来学习 稍后也来看一看 今天的二位嘉宾 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青 在上海 我和各位 今天在指数层面 尤其是上证武林指数 终于是迎来了 一个向阳的反弹 当然主要的做多的贡献的方向 那肯定是来自于 前期超跌的一些品种 大消费 房地产 然后还有部分的新农园上游的 一些资源类的品种 当然这个A股 今天的上涨 跟我们的港股 也是直接联动的 今天的恒生指数 恒生科技指数 也都是呈现出的大涨的格局 但是今天这么一涨 我相信大家会有两个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这么一讲 是说是不是风格 要阶段性的切换了 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 就只要在存量市场之下 经济是弱复苏的格局 那么就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一些 科技或者说犯天辟的方向 但如果说现在大家又把 经济复苏的这个预期 要去加上了 甚至还在期待一些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 利好的政策出来 所以这个方向 是不是阶段性的又占优了 第二个呢 就是今天的市场 虽然反弹了 但是成交量都没放大 就昨天我们还说 接近万亿呢 今天三市的成交额 还没有超过昨天的成交额 所以整个这一波的 成交额的放大 就是Fint MT AI反弹 成交量会放大 但是一旦那边 就是比如说顺周期 或者说是一些超跌的方向 如果出现连续性的上攻的话 那科技这边会怎么样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指数层面的表现情况 上阵指数 今天是红盘报收的 0.79%的涨幅 你看成交量方面 今天只有3775亿 昨天呢 护士单边还有4000亿的成交额 今天只有3700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50指数 今天的表现情况 上阵50指数呢 今天呢 涨幅达到了1.73% 成交量方面 今天是544亿 昨天是536亿 你看就比昨天 多了那么一点点 咱们再来看一下 创业版指数的表现 创业版呢 倒是连续两天反弹 但是成交量也没有昨天大 昨天是2866亿 今天呢 只有2657亿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科创50表现 科创50今天就是一个 缩量震荡的格局 昨天的成交量813亿 是整个这波反弹以来 成交量最大的一天 今天一下缩到了725亿 因为那边发力了嘛 对吧 那科技呢 就暂时的按兵不动 但如果接下来 风格会阶段性的切换 那市场的存量资金 它只够支持一边 所以我们看看在微信平台上 稍后呢也会来跟大家互动 这样一个话题 同样这样的话题也会来听一听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看看他们怎么去判断 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 分别是陈文老师 还有吴海荣 欢迎二位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收盘之后 市场整体的数据的统计情况 首先呢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在指数层面 今天呢 又是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 就四个指数都是红盘 只有科创50是绿盘报售 来看一下成交量的变化 今天三市的成交额 只有9422亿 比昨天是略有减少的 再来了解一下市场的活跃度 涨停加数今天比较多 达到了67家 很多就是超低的个股 今天直接是在低位 出现了一个涨停 跌停加数 今天也比较明显的减少了 今天只有13只个股跌停 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 赚钱效应68% 也是近五个交易日以来 本周赚钱效应最高的一天 就你说这市场很有意思 今天赚钱效应快接近70% 跌停加数也是大幅度的减少 涨停加数也在增多 但是是意味着 下周市场会更好操作 还是说更难操作呢 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多重的利好预期之下 顺周期的品种 今天出现了上涨 那么在下周的市场 能不能会继续的吸引资金的关注呢 A 能 顺周期的品种呢 位置低 是有性价比的 所以性价比比较高 可以去关注顺周期 B 不是的 仍然要坚定的做多 泛科技的品种 所以欢迎大家到 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 去参与一下投票 看看这两个方向 你选哪个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要适当的 谨慎一点 做出一些减仓的动作 因为AI这边 其实也本周涨的比较多了 然后又轮到了顺周期了 万一没有持续性会怎么样 也可以到今日股市去参与一下 我们今天的投票的调查 好 来听一听陈老师怎么看吧 本周的市场指数 就一直围绕着3200来震荡整顾 终于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也是再度的 这个在3230附近收盘了 您是觉得下周的市场 能有望向上拓展一点空间吗 我觉得这个本周走来 我们都感觉到 前半段是走得比较磨人的 就前半段一直在 这次调整的新低附近 来回的这种弱势反复 我们看到上证中止吧 在本周应该有两到三个交易日 都一度都是在 3200点的下方 那么其他的指数 包括深层指创业板 都是一度 包括50指数 都是一度在创新低的一个过程 当然到了这两天 我们看到 这个确实做空的动力 有所减弱 指数有一所奇稳 那么在今天周末的行情 我们看到可以说是一个温和的反弹 指数基本上都在五如县附近 那么有一所奇稳 但是我们定位反弹的性质 或者是成色 到底是多少 我个人觉得 现在定义为是一个底部的 弱反弹 或者是温和反弹 可能比较恰当一些 为什么呢 我们都说底部的行程 如果真的是 做空动力释放得很充分 而且这个位置又是放量 加上大阳线的这种拉动 那么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微型反弹 但是现在的这种K线排列 肯定是谈不上微型反弹 而且在一路相对温和的这种 或者是缩量的过程 这种的表现 那么说明多头的进场 并不坚决 顺着还体现出比较谨慎 以今天为例呢 今天是在市场风格 有所切换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所谓风格切换 就刚刚李廷也讲到了 有一部分的顺周期 包括地产 包括一些这个 消费 对消费等等 有一定的表现 然后呢 我们近期一定 一直相对比较强势的 AI 反科技出现了一定的高位震荡 修整的表现 那么确实在今天 体现出一定的市场风格的转换 但是这种顺周期也好 前期超跌的这些 一直相对边缘化的品种的 这种反弹 是作为一个底部的反弹 顺值反转来看呢 还是一个超跌的 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呢 我个人定位 算是后面一种 可能性比较大吧 不管是地产也好 这些顺周期 或者是超跌的品种 确实是因为持续的弱势 跌幅空间都比较大 那么做空 可以讲 往下做 也极无空间 一旦 这个我们讲到的 AI前期的主线 资金流出 那么一部分的资金 去做一定的超跌的品种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然后可能到周末 对下周 是不是有一些消息的预期 可能市场也有所猜测 所以我讲了 目前的这种市场表现吧 暂时把目前的反弹 当成是一个 落周期的一个反弹 为好 那么当然后边 怎么看这个AI主线 包括范科技的主线 我个人认为 这方面的机会 应该是存在 只不过是说节奏上 近期涨得比较多了 后面恐怕要先消化一下 好 咱们再来听听 吴海荣的观点 怎么看 陈老师是觉得 先把这些顺周期 当一个超跌反弹 去对待 那吴海荣你觉得呢 因为之前大家一直觉得说 3200也很重要 你得守不住 你万一守不住 可能把市场情绪 都会带下去 那今天这反弹了 怎么去理解呢 我觉得指数应该来讲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 那么前面实际上也连续 我们前期讲调 空方连续三个目标 打下去以后 那么最近实际上 情绪在逐渐逐渐的灰难 那我觉得指数应该来讲 后面还有反弹的空间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很长时间了 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吧 就我们现在整个指数 如果单纯去看 整个指数的走势 跟我们汇率的走势 实际上它的观点性 相当的强 就是说基本上 我们可以看 指数实际上昨天 昨天上午就有一个 这个往上冲的动作 但是呢 由于这个下午的时候 汇率又往下回 然后北下又压下来 所以昨天实际上 出现了一个冲高的回落 那么今天随着 这个汇率的拐头向上 那么很明显 我们看到 今天指数反弹的动能 就更强一点 今天北下也买的比较多 大概净流落了80多亿 这个应该来说 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净流落比较大的一天 所以我觉得目前 汇率在经过前段时间的 连续的相对比较弱势以后 那么现在应该是迎来了 一个阶段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拐点 或者说一个修复 当然这种修复 是有多大的一个反弹空间 那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去看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它不像前段时间 就是说 它的就是这个汇率的回挡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 因为实际上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它即使汇率在这里 可能继续回落 它也是一个阶段性的 或者说中间夹杂着不断的 这种反弹的需求 所以大家回过头来去想一下的话 我们去年实际上也有过两波 就当时的这个15月份 30月份 然后到这个5月份开始汇率的反弹 实际上当时指数也是这样一个几乎 同步的关联性比较强 然后去年的下半年实际上也是啊 就是从这个下半年开始到10月底的时候 汇率的走落到10月初开始汇率反弹的时候 指数也是就跟着基本上汇率反弹是同步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指数的反弹的强弱 我觉得跟汇率这里的是不是会迎来一个反弹的拐点 或者说从前期的落势 然后变成逐渐的向上 我觉得这个关联性比较强 当然因为现在指数本身这一波 就你去看他 就从3千4百点调整下来好像有一定的负 但是跟就前面一个就波段比较大来讲的话 这个指数下跌实际上他也不是很大 所以他反弹起来的话呢 就是说他也不可能像去年那种很凌厉 他只是就是把你再反弹一点向上 可能就跌幅又就是跌幅的反弹一半就快到了 所以我觉得就他的空间 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没有结束啊 因为今天的反弹是刚刚迎来汇率的这个 这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还有空间 但是呢 由于这个整体的空间现在被压缩掉了 因为他这个整个箱体的空间又不是很大 只有他后面的反弹 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慢慢的 或者说就循序渐进式的这种方式更容易点 那么从今天市场来看的话 就是说因为主要还是一些超跌股的一些反弹吧 所以今天应该是一些长期的套牢者的减亏 但是呢是一个短期 比方说前几天热点主流题材追涨者的一个冲高回落 所以市场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的节奏 就是说今天看到很多的就低位的超跌板块 想要去做反弹 但是呢没有成交量 说明没有明显的增量资金进来 那么市场还是没有钱 那钱在哪里 钱实际上很多都是在人工智能或者说科技板块里面 所以他这里面会有一定的分歧 有一部分的流向低位的东西 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可能相对比较极致的剪刀差 会有一定的缩小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风格转换 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的 好 那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来讲 刚才吴海荣也提到说跟汇率的这个关系 关联度也是比较大的 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说到 比如说去年10月份那一波 就2885那一波 对吧 我们也是看到一是汇率 二是什么 二是港股 把整个这个A股带起来了 从2885一路反弹 你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我们再去看一下恒生指数的表现 咱们能去类比 就是可能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意味着确认了就前面的像恒生指数 前天的那种低点的那样的一种性质吗 我觉得阶段性的这种低点的反弹性质 我觉得是有类比性的 但是呢 因为就是幅度没有这么大 就当时你去看去年就是汇率 它实际上有过两波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回调嘛 就第一波的回调实际上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4月底的时候 但是到后面一波实际上更猛 就差不多当时到7点三几 我觉得7点37左右 所以那波实际上是比较猛的 所以它一旦汇率转向的时候 就汇率开始反弹的时候 它的指数的反弹的就是节奏 或者说速度就比较猛 因为它的汇率的反弹也猛 那边指数反弹也猛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 就是前一段时间 应该整体汇率是从两月 两月初吧 两月初就开始有汇率 但是到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就呈现了一定的汇率前段时间的弱势的加速 但是要比去年的下半年比起来 它还是就是我觉得 要有那时候的节奏更快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前段时间有弱势 但是应该来说 它现在应该比那个时候要低蛮多嘛 所以它同样是这个反弹的节奏 我觉得或者说力度 我觉得一定是没有当时那么大的 所以我觉得指数上面也是 那时候的反弹很灵地 那我们现在的指数 随着汇率的反弹 它也会进入反弹阶段 但是走势一定不是这么凌厉或这么快的 就相对我觉得 它的节奏可能也相对会比较温和一点 但是我觉得节奏是同步的 好 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科创 科创50指数 科创50指数呢 就是在今天是 其他各大指数都红盘爆收了 但是它呢 是一个缩量下跌的格局 跌幅也不大 只有0.02% 陈老师怎么看啊 就是我觉得科创 更多的代表的是科技这个方向 那今天这边反弹了 然后科创震荡 但是你看它的震荡也没有放量 对吧 也是个缩量 好像也在等待 这个位置上是说 如果那边没有持续性 下周资金会回来继续 在科技里面涨机会吗 好的 我们讲这个科创50呢 其实在本周整个过程来看呢 其实在前半段 科创50一直是相对其他指数 走得比较强的 强的原因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主要还是MT加存储芯片 加一些半导体 PCB等等一些行情 都走得比较强 但是今天确实因为 市场风格的一个转变 这个顺周期地产走得比较强 那么相对呢 科技AI芯片存储这一块呢 就相对比较弱 所以今天确实有一定的回答 整理的一个表现 但是从总体这个过程来看吧 我觉得前一段时间 这个AI包括科技总体的走强 我觉得不会简单的结束 后边科技呢 在今天开始的一个相对 进入一个整理小周期的情况下呢 可能包括科创五菱指数会相对的 拼弱势整理一些 等待这个前面一些获利盘 或者是一些走势上的一些消化 其实从节奏上来看啊 我们都知道 这段时间 其实整个过程呢 科技它是没有明显的进入修整的 我们讲前面的第一波的老龙头 确实是修整了两周多的时间 甚至超过两周 但是我们看到前面有两个细分呢 一个是巨型机器人 加上虚拟电厂的这两个细分 一定程度上是填补了前期老龙头 修整的一个过程 那么他们带出来了将近两周多的 一个上工的一个过程 但是在上周到两周到本周到今天 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老龙头也被这些 我们讲到的近期的这个AI这个市场氛围所带动 前面的包括传媒包括游戏包括一些其他的 这个我们讲的应用性的或者是数据要素类的一些的品种 最近又走得比较强 但是在今天也相对见顶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个股 大家看一下南方传媒 这是这一波它是打出来了新高的 这个就是前期的老龙头打出来了新高 所以今天南方传媒的见顶回落 一定程度上又标志着这一波的 我们讲AI的行情又暂时告一段落 所以我感觉吧 连续走强的AI这个表现这么充分之后 恐怕它就真的是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了 所以短期来讲恐怕也会影响到科创50的中体的走势 所以这一段时间科创50指数可能会相对比较低调一些 好 吴海荣也结合着分析一下吧 因为前期肯定就本周来讲前面都是AI非常强 就意味着科技也比较强 但是到今天确实不管是CPU还是服务器 还是说传媒还是游戏都是出现了震荡的 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演绎 对 现在就是指数的强弱或者说指数的涨跌跟热跌板块的情绪完全不同步 这个是我觉得市场中间就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一个难点 就我们看前段时间指数就是最悲观的时候 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看跌破年线补掉缺口 就指数最难看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主线的龙头核心的东西 已经提前指数起稳反弹 而且它这个节奏很快 它不是说慢慢涨 很多股票我们可以看到调整的时候可能两周甚至一个月 但是弹起来可能就两三天 长一点可能四五天 就把那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跌幅全修复掉了 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核心的东西基本上就最核心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已经到前高附近了 是吧 甚至更强的已经超越前高了 但是我们看指数反弹的时候 就这些个股实际上又特别难做了 因为很多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陈老师刚才讲的 就今天上一线就是冲高回落的或上一线的特别特别的多 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提到 就是市场强势板块的情绪跟指数完全不同步 完全不同步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说对于市场来讲的话 就是就今天随着指数的反弹 更多都是一些低位超跌的 或者说是顺周期的那些行业 而这些行业它实际上低位的太多了 你很难说哪一个东西未来能够有持续性 比方今天是理店跟房地产临长 有可能到下周又有其他的东西了 但是原先的最主流最核心的那些东西 它实际上经过短期的上涨以后 就是你要后面进去 就大家都看清楚的时候 比方说我前两天 前两天然后人工智能都涨的时候 大家可能焦点全部在那里 但实际上当所有的人焦点都在那里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到相对的阶段性的一个位端 就你再进去可能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余伪阶段 当然可能我们讲这个时间点越来越短 一个小波段一个波段可能时间点越来越短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下市场操作的一个难点 就是指数是指数 然后板块是板块 两者完全不同步 所以就是随着指数的反弹 我觉得一方面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汇率的反弹过程当中 一定是对于特别是就是那些各种各样的 比方说毛指数 它是有一定的修复作用的 但是由于没有钱由于没有市场没有这么多钱 那么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就是界限性的短暂的一个反弹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重新 比方前一段时间那些主流的这些调整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大家可能重新聚集在那里 所以更主要的现在应该是节奏的问题 而不是指数的问题 你看我一位网友说到 他说低位的就是超跌反弹 普遍大家都认为这个超跌反弹就持续性不强 那低位的超跌反弹之后 是不是还得回AI或者说泛科技这个方向 因为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一波 就是能够去打出新高的 因为很多票在经历了第一波板块的β之后 调整的幅度有多一点的 肯定超过30个点的 一些核心龙头跌得少一点 但是能够打出新高的 首先第一个是CPU CPU里面的这个新高的个股比较多一点 中继细创新益胜 然后天普通信这一类的 第二类能够新高的是什么呢 是游戏 比如说像世纪华通 这个摇气科技 凯英网络 巨人网络等等 就这一类 还有就是传媒 就刚才程老师说到的 就是老妖股的那些 南方传媒 红波股份这一些 再你去看看其他的 好像确实 比如说科大讯飞 我们看一下吧 就是他接近前高了 就都是比较尴尬的位置 比如说韩5G AI芯片的 接近前高 然后现在开始震荡 比如说浪潮信息 我们看一下 也是接近前高 然后震荡了 所以是不是这些东西震荡 也意味着还能够去创新高呢 毕竟都是些核心标的 一会儿回来 我们听听几位怎么看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也可以分享一下 您觉得这个位置上 比较看好的是什么样的方向 接下来呢 进入到今天的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 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您好 好的 那么也非常感谢 厂内两位嘉宾老师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呢 是高举高达 而且北上资金全面回流超80亿 低位的板块纷纷展开反攻 那么在下周的市场当中 又有哪些方向可以关注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张题板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 低位的方向出现了纷纷的异动 而且我们在本周的市场当中 前半段是AI概念股反复活跃 那么我们也围绕这个主线呢 来进行相应的细分龙头机会的捕捉 特别是昨天精心为大家准备到的 人工智能高成长的方向 被评级机构纷纷看好的背后 整体成长空间也非常大的一些品种呢 在今天的市场当中都有所表现 而且近期是在底部出现 这样的一个反复筑底的过程 依托于年限稳步上行 机构资金再度进买入超696万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具备高成长性的方向 我们可以保持中长线的关注 因为对于整个这个大的方向而言 被评级机构看好 而且他们给出了一致的今年的一些 整个成长空间 那么接下来通过成长空间的不断释放 股价也会跟随出现同步的上涨 那您如果说昨天没有领取到 这份人工智能当中的一些高成长性的公司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有看头家APP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重磅的投资资料了 那么除了整个这个大的方向之外的话 其实我们在下周的行情当中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低位的有色金属板块当中的细分投资机会 具体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一张提板 我们看到在整个人工智能 在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当中的话 今天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低位上涨 包括有色金属板块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细分领域 那么其中有基础金属 贵金属和能源金属等等的一些细分的方向 而从有色金属板块拆开内部来看的话 能源金属当中的锂价 其实是出现了明显的碳底回升的迹象 特别是碳酸锂和钩酸锂 在价格触底之后展开了进一步的反弹 同时在有色金属板块当中 也出现了同步的低位转折信号 今天收出一根光头光脚的阳线 而且下方成交量能其实今天是同步配合放大的 短期均线开始拐头向上 那随着这根光头光脚的转折K线的出现 再加上部分能源金属价格已经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 我们可以保持重点的关注 同时机构资金今天竟买入有色金属板块是将近22个亿 那么在接下来前期价格附近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其稳的迹象 在随着技术面的转折 而且机构资金明显看到他们的流入力度和意愿都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我今天把低位反弓方向当中有色金属细分领域当中的核心龙头公司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特别是在今天市场当中资金在真金白银买入的方向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投资资料了 那么在资金挖掘的过程当中具体又关注到了哪些品种呢 我们不妨看一下下一张题版我们看到资金挖掘的过程当中 其实更多的是关注到了有色金属大方向当中能源金属的细分领域 这家公司前期经历了49%的回调整体处于低位并且获得支撑 而且机构资金两天近买入1.7个亿 同时超级资金在底部呢是持续回流状态 那么随着碳酸锂价格的回升和机构资金的看好 我们自然要重点关注起来 而且这家公司的产品覆盖了锂金属的全部品类 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和核心的行业地位 那么在经过一轮深度的调整后 随着碳酸锂价格的持续反弹 作为核心的资金抢筹公司 我们自然要重点关注起来了 所以说您今天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在有色金属板块当中 细分领域当中的能源金属资金抢筹的公司名单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选不到龙头 抓不住趋势 一轮热点板块走完大半 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上车机会 其实投资哪有什么天赋一柄 靠的都是天道仇心 不过一旦努力错方向 很可能也会浪费大把的时间 这套趋势青龙五大战法 是我们经过多年的积淀 总结出来的实用技巧 有了它 或许可以让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 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这套趋势青龙五大战法 它将通过简单易懂的案例 帮您捋清投资思路 如何认清底部形态 怎样寻找黄金买点 准确辨别主力的起盘 分时做差价 逃顶不贪心 五大战法帮您提供炒股思路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 趋势青龙五大战法 让您的投资更简单 选顾更轻松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您找到 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价值一算 今日一开盘 我要动啊 难道成的股市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撑我了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说一说 今天市场当中的热点品种 就两个方向 整个市场的话 其实也就是算四个方向 比如说科技一个 新能源一个 顺周期一个 中字头一个 但是当新能源和顺周期弱了 然后中字头和科技 就范田这两个主题轮动之后 市场也会有所取舍 那今天肯定是都进入到了 顺周期这个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 能源金属 就是一些基本金属 然后还有这个加电 其实整个都是房地产后周期的 家用电器 建材 白色家电 房地产服务等等 我们来看一个房地产服务的板块指数 这个指数基本这就是去年10月份的低点 然后它已经回到了接近去年10月份的低点了 今天是涨了接近4% 就真的是涨上去了 然后用了这么长时间半年的时间跌回来了 然后再出现这一根阳线 很多品种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家电 家电相对还强一点 然后你看装修建材也是 那我们看看这边是不是有一定的持续性 能不能参与一下 吴海荣怎么看 就这些品种都跌回了接近去年10月份的位置 看好顺周期的人都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首先房地产不会比去年10月份还差 其次就是一定我们未来还有一些利好政策可以去预期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买点吗 现在市场博弈的应该就是政策上面的一些预期 因为的确前段时间房地产对行业的大家的情绪也比较悲观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指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指数实际上已经回到了去年下半年的低点附近 然后就是港股的地产股市场最近也跌得比较厉害 那么再加上前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批ST的个股 就是很多都是房地产的一些可能二三线的企业吧 二三线的各个地方的二三线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公司 就是它也不是涉及到一些什么业绩的一些问题 就是已经跌到后面什么 就是连续20个交易日面值低于一块 不是一个两个 差不多有十几个 差不多有十几个 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 就是整个市场的资金对整个行业就非常的悲观 能跌到说将近十几个差不多这样的 类似于二三线的行业的 二三线的龙头的公司股价跌破一块钱 接近20个交易日面临着这种面值的推势 所以它把整个板块的就是氛围的话呢 带的极度悲观 那么指数因为你就那些东西跌下去 等于把可能一些原先的一些地产都脱下来 所以就是当情绪逐渐就是企稳或修复以后 那么再加上市场预期可能会有一些政策性的一些利好去对冲 那么指数出现了就是今天应该说房地产指数领涨吧 对吧 这个更多是一个跌到低位 然后呢情绪的修复 那我觉得短期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反弹的连续性 因为毕竟指数的位置的确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下跌 而且前段时间的利空情绪也宣泄的比较充分 个股也跌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整个行业的出清过程 它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快 没有这么快 只是说它一段时间情绪过度悲观以后有一个修复 那么大概就是玩整个板块来讲的话 你可以去做 但是我觉得尽量还是就是采取那种短线的这种设论 你不要抱着好像就是一个行业已经现在出清了 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出清的过程还没有 还没有可能还会有个过程 大家抱着这种就是按照你这种超跌股 然后呢就是原先悲观的情绪有一定的修复的 叠加的一些政策的利好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一个短线的超跌反弹的思路去做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但是不要放长 我觉得就感觉好像对这个方向没有什么大的空间 是吧 陈老师怎么看 因为今天很多个股涨停 就是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就是昨天可能还在创新低 都在地板上的票 然后房地产的相关产业链 今天涨停了 我不知道从你们这种活跃资金的角度 今天有手版了 大家会要去参与一下吗 首先我觉得市场非常的有效 而且市场的这些资金非常的敏感 我们经常讲一头高就一头低 如果一头低了可能一头就会高 其实今天的盘面我觉得体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今天到了周末表现很充分的AI 泛科技很多品种包括我们叫老龙头创新高 然后今天见顶回落 非常标准的一个切换 就是AI见顶了 回落了 这个调整了 那么资金很快就顺着就流到这些相对低的 超跌的 然后呢 又有一些政策预期的一些品种 那么地产 地产其实在前期包括这个阶段 经常会在轮动当中有所表现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资金敏感度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包括好像上周我们还看到有部分的水利 有部分的一些基建的品种也有活跃 事实上跟地产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觉得吧 在AI大主线进入这种一定的高位震荡消化 修整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就是一些其他的地位品种轮动表现的机会 我觉得今天是体现的比较明显的 但是反过头来说 我们如果说这边走强了 是不是AI就绝对的熄火了 或者就没戏了呢 我个人认为还未必 首先我们讲这个从后边的市场总体的机会来看吧 目前AI走强的大的逻辑 大的背景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我们讲在目前这个AI总体的 不关注我们啊 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对AI的目前的这种热点 包括经常消息的催化的刺激 包括外围市场一些细分品种 比如说英伟达 它的一度的走强 像这种的消息 包括上市公司对有关产品也好 行业 包括一些技术的进步的 这些消息催化也好 都是不断的反复的会刺激 这个我们讲到的 这个AI包括相应的 包括存储芯片 包括PCB等等的一些细分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些科技的 就我们讲到的比如说CPU 光模块这一块 大家去看一下 相应的一些品种虽然在高位 但是它并不是A下来的 它甚至是一种强势的横盘 我们不是推荐啊 我们就举一个品种 你像剑桥科技 你去看看它高位的运行的表现 就在这几天 包括今天AI进入调整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横在那里 它并不是A下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只要你有内在的成长逻辑 只要你是后续的 在这个产业 在产品 这个方向上 它有成长空间的 市场资金恐怕还不会忘记它的存在 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有成长逻辑 有我们讲到的产业规模的 不断地升级的 这些强大逻辑背景的一些品种 恐怕它们会在修整之后 还会有所表现 另外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一些品种特别是处于细分当中 处于龙头地位的 包括也有成长性的 恐怕它们还会在后面反复表现 总而言之 我还是这样讲 能工智能是一个伟大的 产业变革 甚至有观点认为 它是第五次工业革命 这么大的一个背景的 逻辑的一个行业 或者是这些各个方面 体现的技术和产品 我觉得市场回过头来 还是会关注它们 就是程老师依然还是比较认可 人工智能的发展的 这个产业趋势 对 然后所映射出的 所带来的一些相关机会 稍后回来也来听听吴哈荣怎么看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 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下来让我们来请出的是高文焕 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高文焕你好 好的主持人 应该说近一段时间 整个市场呈现出了一个 低位震荡整理态势 但是这种低位震荡整理 主要是围绕着年线散开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指数 重新站在年线之上 那也就预示了年线附近 有比较强的支撑 由于KTG指标刚刚形成金差 结合消息面上 美国债务上限法案通过 外汇回落 而且外资开始回流A股 那就预示整个市场的做得新鲜 已经开始恢复了 所以我们认为下周市场 有望开启技术性的反弹 当然在方向上 紧抓科技主线不动摇 为什么要紧抓科技主线呢 因为6月份科技事件不断 科技事件不断 将会进一步的刺激 整个科技方向的走强 当然在石盘操作过程中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追涨一些 短线涨幅过高的科技方向的个股 而是重点把握一些股价在低位的 刚刚呈现出起涨态势的 一些低位品种的低买机会 因为今天市场盘中 已经看到了资金开始 对低位方向的科技股 做了一个运作 比如说韦式电子 今天是倍量在低位 形成了一个涨停板 科利尔也是今天强制涨停 也是在低位出现了涨停 澳海科技也是倍量 在低位出现了涨停板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结合资金这个运作方向 重点给大家关注的是 机构调研6月份 科技股的低位竞选名单 感兴趣的股朋友 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阿尔玛 来免费领取 这个名单呢 首先选择的是 科技方面的龙头 然后呢 有机构的密集调研 同时呢 股价是处在低位 刚刚开始启动的 那么这里 我为什么要强调 一个机构密集调研呢 因为机构调研的方向 我们说啊 往往能够获得低手资料 可以对行情有较快的判断 而机构调研多 说明个股最近比较活跃 受机构关注度有比较高 从地上来看呢 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 往往在后期走势上 也是比较强的 那么相关的案例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同核科技 近一个月 获得29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近期股价出现了大幅上涨 涨幅高达81% 新制软件呢 近一个月获得33家机构密集调研 近期大涨了100% 那机构密集调研的公司 竟然出现了很好的上涨 所以啊 我们今天就沿着这样一个思路 重点给大家分享的是 机构调研 6月份的科技股的 第一位精选名单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RM 来免费领取 因为今天我们这份名单呢 首先选择的是 科技方向当中的龙头级品种 然后呢 有机构的密集调研 同时啊 股价是出在第一位的 第一位刚刚启动 同时满足了三个选股条件的相关力 才被选入了机构调研 6月科技股的第一位名单当中 因此啊 相关的案例 一方面有很好的安全编辑 另外一方面 更具上涨预期 所以大家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RM 来免费的领取 好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相关案例 第一个案例啊 是一级报业绩翻倍 股价呢 目前是低于10元的科技龙头 近期获得170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并且上调了目标价 那么从技术走上讲啊 构筑了一个大型的双底形态 而且啊 短期走上虽然出现回调了 但是呢 连续两天呈现出放量连扬的走势 并且对前期的阴线做了反包 实际上你就预示了 短期的调整有往结束 一旦把前期的高点做突破的话 那么实际上 它的上涨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 这是案例一 我们再来看一下案例二 案例二是高算力智能汽车 坐舱的核心龙头 以规模化量产运用 近期啊 更是获得318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那么这一次呢 股价又再次在低位 形成了一个三通底突破的走势 那么这一次将会形成多大级别的上涨呢 这一点啊 非常值得我们做重点的期待 这是案例二 我们再来看一下案例三 案例三呢 是高算力智能模组的龙头 一季度啊 扣非净利润大增196% 目前啊 在手订单充足 两家社保两家养老金 重仓持有 近一个月 获得277家的机构 密集调研 那么从技术者来讲呢 我们看一下 前六个月啊 股价是在低位 构筑了一个大型的箱体 那么近期啊 随着量能放大呢 股价是突破了箱体上轨之后啊 出现了回踩 而且是连续回踩 正好是回落到前期箱底的上轨附近啊 获得支撑 近期啊 量能再度放大 而且啊 短期走上又对 这个小双底的警线费实时突破 那实际上你就预示什么呢 它的新一轮的上涨周期已经开启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案例 应该说啊 都属于短线有机会 中线有空间 同时呢 又都属于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 那么相关的个股 我们认为啊 都值得做重点把握 因此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机构调研 六月科技股的第一位名单 我认为不用错过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每个人一起 因为今天我们所选择的 这样一份第一位名单呢 首先是通过三大维度 一方面选择的是科技龙头 另外一方面呢 有机构密集调研 同时股价输在第一位 同时满足三个选股条件的相关力 才被选入了这六位份 科业股第一位名单当中 因此相关的案例 一方面有很好的安全边际 另外一方面更具上升预期 值得我们做深度的把握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涂败风华 经典历久明星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 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措施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是便利 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答案却很少 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富裕的赏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当中 另外一个活跃的方向 就是新能源 今天总归都是超跌的 一些品种出现返台 除了房地产产业链之外 新能源车今天表现 也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板块今天是有1.42%的涨幅 但如果你去看上游里矿 一些相关品种 我们看一下天启里业 今天是有5.49%的涨幅 也确实是调整的幅度 也比较深了 所以这个新能源的 赛道类的品种反弹 是不是说科技这边修整了 他们也有点持续性的 吴海伦怎么看科技和新能源 之间的这种节奏 对 这里肯定是有个翘翘板 对吧 然后刚刚讲到 那个能源金属涨不靠前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就是铃矿 就是铃矿 那么当然因为主要就是 北向今天我们看流入了比较多 那么相当一部分 可能也有一部分新能源 那么当然新能源最近 它有一些利好 因为最近大家所看到的 像铃矿的价格 大概现在30万 就跟4月份比起来的话 大概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反弹了70% 然后昨天披露的 那个新能源的 5月份的销售数据 基本上我们看头部的车企 表现得也比较好 有些可能已经创了历史的 单月销售的这种新高 所以就是一些利好消息的一些影响下面 在叠加了本身今天指数 整个板块就是要谈那些低位的 超跌的那些东西 所以就是表现相当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它这里应该还是有反复 就是我们看类似于比方说 铃矿5月中旬的时候 当时实际上也有一天出现 就是比较强的这个反弹 我觉得好像5月15号还是几号 但你去看反弹以后 就是说后面几乎就连续跌了两周 它每个月有一次 对 每个月有 4月14号有一根4%的阳线 然后5月15号有一根7%的阳线 然后今天又来一个 对 它反弹了以后 你看又调整了两周 然后起来 就是说新能源在这里 我觉得有很多还是有资金盯着它 包括有机构仓位也很重 有一些利好 或者说可能就是有一些超跌反弹 每个月包都有一些超跌反弹的一个节奏 那么轮到这些东西 但它里面也有分化 比方说我们看消息比较好的 铃矿就反弹 但是你去看类似于那种 可能还是有产能比较严重的 像什么硅料 硅片那些东西 就你看前期一路阴电下来 就基本上阳线很少 一直都是阴险 所以我觉得即使就是新能源这里 可能有一些基本面逐渐逐渐修复的 那我特别像风能什么那些 我觉得它的要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原先现在的 就格局仍然不好 才能仍然相对比较过剩的 我觉得现在关注仍然不高 还是不要去看 这是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中间的话 包括像AI这里 AI这里大家实际上也应该要注意节奏 也应该要注意节奏 就是说我们看前两周 那些辨识度特别高的那些核心的一些品种 基本上现在都谈到了前高附近 或者说有些是要么稍微低点 要么有可能已经越过去了 但是随着指数的反弹 我觉得这里反而它会迎来一定的这种压力 那么相对来讲可能前段时间 涨幅小一点或涨幅不大的 或者说离前高可能还有一段距离的 反而可能这里就是要关注它或者说反弹的概念 比如说在AI里面 对AI里面 AI里面就是说就是前段时间是反弹那种最核心的 核心标的 对辨识度高的那些东西 但我觉得那些就是我刚才提到了 随着接近这个新高 或者说就是对它的基本面的逻辑的发酵 比方说我举个很简单 像那个英伟达 英伟达我们看相关的概念股 由于英伟达的这个前两天连续上涨 所以这两天实际上是集中的充分的发酵 那么那这些个股的话 经过连续的发酵以后 它可能就是短期会以来迎来一定的震荡 那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可能比方说一些 当然你不能很偏啊 那我觉得就是相对就不是特别变速度高的 但是我觉得比方说偏向于二线的那些 我觉得有可能在后面 就是它本身因为你那个高度 就是离前面的高度还有很远 或者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那我可能它会反而会迎来一定的修复 它内部里面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分化 但是我觉得这条主线你说轻易的丢掉 然后轻易的资金都想去做下面的 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也不是特别高的 好 确实有一批个股 就是一小部分是创了新高 然后一部分是接近新高 还有更多其实刚刚开始反弹 所以不能说只有很少部分的个股去创新高 那样的话AI肯定也走不远 就是你得梯队更完整 整个这个板块还能继续发酵 稍后咱们来看看陈老师怎么看 那么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 公文下放到二维码 第一财经有看头价双重投资礼包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价APP 现实的领取投资大礼包 礼包内包含了两款投资指标组合 三大投资福利权益超级资金指标 洞察主力资金流向 还原主力资金的真实意图 三部往外指标还可以揭示个股的强弱区间 现在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价APP 还能够领取一周的特训营课程 二季度投资锦囊 还有实用的投资个股工具等等 欢迎大家去下载并登陆有看头价APP 好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今天主要问到了大家 这个顺周期是不是要去参与 选A的比例确实更高一些 53% 认为顺周期的性价比比较高 选B的47%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 仓位不便有所下降 加仓的比例明显上升了 这个变化还挺明显的 好的 我们再来听听陈老师 跟我们来说一下课程 因为在有看头加上也是有月课的 就这个月课对于大家如果去寻找这种核心标的 还是非常有效的 那现在我们好像感受到 这个市场的核心标的 是不是已经开始减少了 下周年的计划是什么 好的 确实 其实5月份我们知道刚刚结束 现在刚刚进入6月份 事实上5月份的行情 从指数方面是正当向下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上了我们订阅课的升级版的朋友 应该就读很清楚 在这段时间我们的订阅课 跟踪的范围 跟踪的这些核心的品种的表现 我可以这样讲 可能会超越很多朋友的这种预期 应该来讲就是从总的大的方面来说 市场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品种 基本上是囊括在我们每天讲课的内容当中的 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也是跟大家讲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 很多朋友不是说没学 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不断地做加法 不断地做加法 但是我说到了我这里 你来这里上课要学 其实是在做减法 就是把很多你原来学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恐怕你要重新地去分解 哪些东西是值得你留下来的 我讲一个可悲 可能又可笑的一个东西 就是事实上你学的很多东西 可能是刚好用来上当用的 就你这么多年吃的亏 上了当 是不是有很多那些看似有用 但是很多时候又会阻碍 你正常地做出取舍 做出正确的交易的动作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像我昨天 前天我分别讲了四十多分钟 五十多分钟 我虽然讲了技术 也讲了盘口 讲了跟踪 我觉得我讲了有两个内容 我就精简一下 前天我讲了 怎么利用分歧赚钱 很多朋友会听的意图 为什么分歧怎么能赚钱 但是恰恰的 很多的盘口的东西 就是看分歧 你在当中就找到机会 我讲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就做掌停板 掌停板的过程当中 打开板 如果又反复地整理 后来又再封板 其实它是一种剧烈的分歧 但是你看好的品种 它一定是经过分歧以后 再涨得更高的 这是一个 然后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个 怎么看抢单和挂单的区别 那好的品种 它盘口又抢的动作 它就能够表现得很强 如果是挂单的 那就说明涨不动 你跌下来了我愿意接一点 你涨上去我就不愿意买 这就没有抢单的动作 这都是盘口 更重要的观察 一个个股的一个依据 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才是市场当中 最根本 最本质的东西 但恰恰很多朋友没有学 所以我觉得在我这里 应该能够学到很多 你原来没有认识到的 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好 希望这样的内容 可以在实战当中真的是给到大家 带来更多的帮助 大家可以去聊天一下 最后吴海铸给大家说一下 下一个交易日的操作建议吧 我觉得怎么看呢 就是短期可能随着指数 比方说超跌股的反弹 可能比方说有一定的连续性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由于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 所以主要还是场内的这些存量 那主要如果说由于成量的话 可能可能有什么 天哪 景色 久不见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